接著要看一二年的第三題 還有一條MI的題目 我們可以跟回格式了一次 我們可以先選PnBdDesignStatement 然後N等於1的時候 我們會有左手邊 會等於1乘2就是2 然後右手邊就等於1的2 再乘1加1 那也是1乘2 那就等於2 那就等於右手邊 所以我們會有P1IsTrue 接著就會Assume PkIsTrue For some positive Integers K 那就是我們會有1乘2 再加2乘5 再加3乘8 一直加 加到K乘2 3 K-1 是等於K的Square 再乘K加1 OK 所以 接著就會到For n 等於K加1的時候 我們會有左手邊等於1 1乘2 加2乘5 1乘2 加2乘5 OK 再加3乘8 一直加加加加 加到K乘2 3K-1 OK 那這個就去到N是K 那我們還有一項呢 就是當N是K加的時候 所以就是K加1 再乘1 那你把N代K加的時候 這裡就變成3K加3 但是你要多減1 所以就變成3K加2 OK 那我們會留意到 其實這裡就是Pk 所以就換成這個式 給它 所以它就等於K的Square 再乘K加1 再加K加1 再乘3K加2 那記得做N代K的題目的時候 經常問一下自己 目標是什麼 我們今天的目標 應該會是K加1的Square 再乘K加2 所以看看能不能做到 我們會看到這裡有兩個K加1 可以抽個K加1出來的 裡面就會剩下KSquare 加3K加2 OK 所以我們就會有K加1 你把這個Factorize 它就會是K加1乘K加2 OK 所以我們會有K加1的Square 再乘K加2 那你看看是否跟我們今天的目標 是相同呢 是的 所以它就等於Right-hand-side 所以我們知道 PN is true for N等於K加1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個總結 就是by mi 我們的PN is true for all positive interactive integers and 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們2012年的第三題